这本书会让你了解国际冲突与合作背后的逻辑线索 说起来呢政治真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 你有没有想过 哎为什么各个大国这么费尽周章的开会 开会再开会反反复复的涡旋磋商 一场又一场会议和和谈 从欧洲开到北美洲 从大西洋开到太平洋 这结果呢 这国家之间的冲突啊 还是会不定期的来那么一下 今天高加索地区冲突 明天中东恐怖袭击 这一转眼啊 太平洋不太平了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本书 世界秩序就能让您看到国际政坛里 许许多多有意思的地方 可能呢您会发现许多冲突的出现 从根本上来说 是不同国家对于地缘划分 以及国家组织方式 在认识上存在的分歧造成的 那不好意思 忘了介绍了 这本书呢 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写的 那么咱们就跟随老爷子的视角 您会了解说 为什么国与国之间的看法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而这些差异是如何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 又是如何慢慢的塑造历史的 听完这本书 您至少可以明白以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战争这么残酷 它却在实际上改善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为什么一个政治家的童年经历 能够影响几个国家的命运呢 再一个还有 历史上的一次蒙古入侵和今天的俄罗斯政策 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世界秩序是指导外交政策的风向标 提起政治冲突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冷战和当今的中东危机 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历史环境导致了这些冲突呢 在基辛格看来 他们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 那就是世界秩序的历史 从根本上说世界秩序就是个别群体共同建立的世界观和统治理念 而这些群体主要由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构成 对于世界应该如何运作 他们会逐渐形成各自的一套认知 比如说谁应该拥有统治权 就拿欧洲来说 大多数国家都认为政府应该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但是呢如果换作是非洲或者是亚洲地区的某些个国家 这种方式可能它就不合适了 在今天这个世界 世界秩序尤其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一个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看法 会从内而外影响它跟外界的交流方式 要知道世界上的不少战争 就是人们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而引发的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 比如说在宗教信仰复杂的地区 相邻的两个国家 如果一个是穆斯林国家 一个是基督教国家 哎呀那是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 那你说擦枪走火 那就是防不胜防啊 另外世界秩序不仅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还能决定它的长期战略 应该这么说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国际秩序都会体现在它的外交政策上 而外交政策又进一步推动了具体政治议题的展开 这些重大的想法 也就为国家的前景战略和强大规划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咱们举个例子 19世纪奥地利天才外交家卡莱门斯梅特涅的座右铭就是 要想维持稳定的国际关系 就不仅要了解自己国家的真正利益 还要清楚其他所有国家的真正利益 维持世界秩序的关键 一边是北约一边是华约 我们熟悉的冷战就这样开始了 这场披着意识形态外衣的争霸战争 这一打就是几十年 全世界人民的日子都过得是提醒掉的 生霸上哪天突然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搭起来了 但是在这段让人既紧张又忧伤的时期 美国跟苏联虽然天天的吵啊骂啊 他们并没有真正动手 是不是觉得很好奇呢 你看看天天这么骂 天天这么对抗 对抗的这么厉害 怎么这冲突到最后也没有爆发呢 原因可能就在于 美苏两国势均力敌 谁都吃不掉谁 彼此呢又对抗 但是又互相害怕 这说明什么呀 国家力量均衡 实际上它就能稳定政治局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打比方 像拔河 对吧 两边力气一样大 谁都拉不动谁 那双方力量均衡 彼此就陷入一种僵局 也就是说 力量的均衡 能够防止国家之间出现大动作 因为大家呢 都是知己知彼 一个国家虽然强大 但是只要他干坏事 其他国家就会强烈反抗 没有哪一方能够获得绝对优势 这种局势呢 也有它的好处 如果说彼此势均力敌 在这种局面下呢 各个国家就能够腾出时间来解决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赚赚钱呢 修修路啊 因此呢 在没有明确世界霸主的情况下 很多人呢 还是很欢迎这种暂时的平静的 我们再来看看冷战 冷战时期啊 美苏两国的势力此消彼长 但是谁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因为他们呢 互相的牵盼 同时也没有哪一边呢 敢主动发起军事行动 因为害怕 说万一弄不死 你就被你弄死了 这引来对方毁灭性的报复 这种僵局一直呢 是持续到苏联解体 才彻底结束 冷战的时候啊 美苏双方巨大的核武器储备量 让人类几乎是站在了毁灭的边缘 而古巴导弹危机几乎点燃了刀火索 但是呢 双方最后呢 都选择了冷静 人类也因此夺过一劫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段历史 虽然有千万个理由证明冷战带来的恶劣影响 但是也多亏了这种势均力敌的局面 美苏两国才没有动用核武器 他们彼此敬畏对方的实力 单单这一点就足以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 最有影响力的世界秩序之一起源于欧洲 我们一直在聊世界秩序 不过现在的世界秩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虽然您觉得你的对 我觉得我的对 一直没有一个放置四海皆准的世界秩序 但有一种的影响力呢 咱们不能忽视 当欧洲国家成功签订了威斯特法利亚合约之后 这种世界秩序就诞生了 接下来我就给您讲一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话说啊 1618年到1648年这三十年之间 欧洲呢 到处他都在打仗 水深火热 这呢 就是号称真正的世界大战的三十年战争 这次争端的最倒是因为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意见不合 随后呢 这矛盾迅速升级 就演变成了一系列漫长的血战厮杀 据说几百万人因此而丧命 那你说这么一直打下去 它也不是个办法呀 所以最后 欧洲各国的外交官 在威斯特法利亚举行了一个会议 一致通过了多项的和平条约 还计划了未来的国家之间交流活动 他们决定 国家无论大小 都拥有自己的主权和领土权 而其他国家必须尊重这些权利 另外呢 他们还同意 不能让所有国家都遵循同一个世界秩序 这就承认了一个真理 虽然信仰不同 但是各个国家要一视同仁 随着这个威斯特法利亚合约的签订 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诞生了 也成功让欧洲恢复了暂时的天下太平 虽然呢 合约当中说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要点 在今天看来呢 真的是个再自然不过的事 但是在当时你看看 17世纪啊 各位 这个说法非常的新鲜 对于重建欧洲的和平也很有必要 这个合约在欧洲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 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前 虽然呢 欧洲各国还是经常开战 还有过七年战争 这样的你死我活的决斗 但是三十年战争 这样一打三十年的可怕的战争 这么长时间的战争 却再也没有发生过 凭借上面这些功绩 这份合约的核心条款 直到今天还在被人们所参考 也是一直是欧洲世界秩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它成功的关键究竟在哪里呢 欧洲世界秩序的法宝灵活性 我们之前提到 均衡的力量能够保持稳定的世界秩序 这一点对欧洲也适用 不过呢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也在欧洲世界秩序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那就是灵活性 在三十年战争当中 欧洲各国呢 可以随意结盟 这就防止了霸主国家的产生 战后 欧洲的联盟体系变得非常灵活 就是只要对彼此都有利益 那结盟不是问题 咱们就是兄弟了 甚至连这个宗教界限 这也不是这样案 因此呢 没有哪个国家就能称霸 假如有这样的企图 那就一定会被其他所有国家群起而抵抗 十九世纪早期 法兰西第一帝国领袖 拿破仑波拿巴的失败教训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拿破仑 雄心勃勃 想要征服所有的欧洲国家 而这个计划也差一点就实现了 但是到最后 欧洲其他的国家团结起来 在莱比锡战役当中 把拿破仑打了个屁股尿流 再加上花铁卢战役 拿破仑呢 被流放在遥远的 圣河勒拿岛 最后也死在了那里 不过呢 促成欧洲这种灵活秩序的因素呢 不止一种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 几个国家呢 就改变过立场 为了一己私利 抛弃了他们曾经的盟友 可见总是依赖一个盟国 这也不合理 而更换盟友的做法 也进一步促进了灵活性的发展 说句话 其实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然而呢 这种灵活性一旦被打破 欧洲就会陷入灾难 咱们举个例子 19世纪的普鲁士王朝战争期间 法国呢 成为德国统一最大的障碍 1870年到1871年 普法战争爆发 随后胜利的普鲁士国王 在法国凡尔赛宫 加冕为德国国王 这对法国人来说呢 简直就是奇耻大弱 两国的彻底闹崩了 这事之后出现了新的联盟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而这些联盟呢 非常的死板 结盟双方呢 都得要一根筋的支援盟友 结果在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 弗朗茨 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 被塞尔维亚人刺杀之后呢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 把欧洲各个联盟都牵扯了 进来各位 这段历史你一定不会陌生啊 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德国和法国成为主战场 打的那是千疮百孔 最后德国战败 法国人满意的赴了仇 但是一千多万人的生命 从此就消失了 维持欧洲力量均衡的重要角色 德国 如果我告诉您 德国其实是促进欧洲世界秩序的重要角色 您肯定会很惊讶 觉得他跟欧洲历史稳定 这一点都不沾边啊 挑起三十年战争的是他的爷爷 神圣罗马帝国 挑起七年战争的是他的爸爸普鲁士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是他自己啊 都是德国呀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 咱们接着往下听 在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前 德国呢 他一直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他是由一群说德语的小国和公国组成的 领头的呢 是普鲁士和奥地利 这非常有利于欧洲世界秩序的传播 因为呢 人们觉得除了普鲁士跟奥地利厉害一点之外 其余的这些小国呢 哎呀 都不算什么太大的威胁小把戏 相反 假如德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 那这样一个领土广大又人口众多的国家 那肯定会打乱当时 欧洲各国力量之间微妙的平衡 另一方面 这些个说德语的小国家呢 还会出于共同的利益结盟 一旦受到外来的威胁 就能够轻轻松松的组建一支实力雄厚的军队 因此呢 其他欧洲国家都会小心行事 避免激怒这些说德语的小国家们 此外呢 德国的地理位置也有利于维持力量的均衡 为什么呢 大家会知道学过地理的 德国地处于哪呢 它地处于欧洲的中心地带 德国可以在短时间内到达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边界 因此呢 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去袭击德国 因为呢 一旦不小心打偏了 很可能就会惹毛其他的国家 不过德国能够维持国家力量均衡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只要德国发生一丁点的改变 那么整个欧洲的世界秩序它都会发生问题 人们竭力维护德国的分裂 就是避免这种担心成为现实 但是在普鲁士宰相比斯麦 在1871年统一个个德语小国家的时候 就已经为世界大战埋下了火根 这让欧洲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边呢 吃尽了苦头 统一之后的德国 幅员辽阔军力雄厚 经济日益强大 它不断的向外诉求利益和殖民地 彻底破坏了欧洲脆弱的力量平衡体系 之后 新德国开始了称霸之旅 最终呢 以入侵比利时为开端 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说 考虑到欧洲大陆经济的这么多的坎坷 它能够拥有今天的和平秩序 真的已经是很不错了 政治深受国家起源和历史的影响 从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德国总理默克尔 除了他们的政治主张之外 人们还会去关心这些领导人的过去 可是这些领导人的出身跟成长经历 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答案是 当然有关系 因为跟性格一样 人的政治行为也会深受成长过程和环境的影响 就拿之前提到的梅特涅和彼斯迈来说 这两位在他们那个年代都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外交家 梅特涅生长在一个靠近法国边境的德国家庭 后来成为了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 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受到多种文化的熏陶 因此会考虑到奥地利各个民族的利益 对他来说 政治的终极目标 那就是和平共存 怎么再来看看比斯曼 他出生在一个普鲁士贵族家庭 和梅特涅不同 比斯曼认为 政治就是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 还坚信所谓的外交 只是为了满足本国的利益 结果呢 这两个人 一个竭力维护和平 一个呢 到处开打 不仅仅是个人会受到过去的影响 国家也同样会受到历史的影响 俄罗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纵观它的整个历史 我们会发现 俄罗斯一旦是放松防守 就会被别人趁机侵略 比如说 俄罗斯在13世纪 被蒙古国入侵 全境都被占领了 在蒙古人之后 俄罗斯又遭到了多次入侵 还在1600年左右呢 是陷入了漫长的动乱时代 而每次被侵略呢 刚刚好呢 都是俄国的削减兵力的时候 所谓什么呀 一招被蛇咬 他十年怕警绳啊 所以到了今天 谁要是想让俄罗斯削减兵力的话呢 俄国人 这写的历史啊 对不对 一万个不愿意 相反 虽然欧洲呢 也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血腥战争 但是这段惨痛的历史 让欧洲各国意识到 只有和平共处 才能够实现共同繁荣 因此呢 他们就努力结盟 利用外交手段 而不是军事化的行动 来化解冲突 这才有了欧盟的存在 不过呢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俄罗斯也属于欧洲国家 但是它并不属于欧盟 所以说 小到个人大到国家 都会深受过去经历的影响 在多种文化和国家相互碰撞的中东地区 这就体现的更加明显了 稍时休息 我们待会儿再讲 对立的世界秩序会带来冲突 不难想象 一堆国家聚在一起 爆发冲突的风险 它也会增加 因为不同的世界秩序 向来它就不容易和谐共处 从字面上来看 世界秩序呢 就应该能在全世界通用 问题就出在这 每一种世界秩序 它都觉得它自己是真理 却忽略了 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世界秩序 有些呢 甚至跟自己的观念背道而驰 因此呢 都不愿意跟别人共存 我们再回到一开始说过的冷战 它就能够很好的说明 不同世界秩序之间的矛盾 会带来很多冲突 冷战的双方有着截然相反的世界秩序 其中美国推崇的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制 而苏联呢坚定不移的捍卫着共产主义信念 结果作为冷战产物的局部军事斗争就这样爆发了 其中就包括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阿富汗战争等等 虽然呢 美苏两国它并没有直接的开打啊 但是这些战争的背后啊 始终离不开这两大国在角力 对于那些实力没那么强的国家来说 为了决定要加入哪个阵营 或者说是让亲美的还是让亲苏的领导人上台 这个国家的内部也会产生冲突 比如说中国内战 在中东地区 从过去到现在的许多冲突 也往往是因为世界秩序的不和 阿拉伯国家非常多元化 各种人群所遵循的世界秩序也是天差地别 没完没了的斗争就由此产生 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不同 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国际事宜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根据古兰经正统解读 也就是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 和其他大多数世界秩序之间 会有多大的差异 积近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世界秩序与其他秩序水火不容 听到这儿呢 你应该已经知道 每个世界秩序 往往包含着很多影响深远的概念和应用 因此要解决不同世界秩序之间的分歧 并没有那么容易 很多世界秩序虽然分歧很大 但好歹也能容得下对方 但如果说有的世界秩序 跟别的秩序简直是水火不容 您可能觉得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太绝了 不过这样的世界秩序 它确实存在 这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世界秩序 再具体一点说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也就是刻板的遵守古兰经的世界秩序 它就根本容不下别的世界秩序 根据对古兰经的正统理解 世界被分为了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由穆斯林领导的去遵循伊斯兰教法规的国家 按照极端主义分子的说法呢 这些国家应该合并成一个大国 由一个穆斯林领袖来统治 这些国家被称之为伊斯兰之家 那么另一部分呢 就是伊斯兰教法规管辖之外的所有国家 古兰经的正统禅师还提到 所有穆斯林教徒的神圣职责之一 就是把其他所有国家都变成穆斯林国家 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可以不择手段 因此这些非伊斯兰教国家被他们叫做战争之境 您看看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很极端呢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和其他世界秩序根本就不是一路了 其中和这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正统解读抵触最大的 那就是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认为 只要遵守基本的法规 并且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 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呢 却希望建立一个由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 这两者显然是完全对立的 根据我们之前说过的威斯特法利亚合约 每个国家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宗教条规 这个可是在激进的伊斯兰信徒看来 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美国推行以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现在呢 想必您已经对世界秩序的运作方式有更多的了解 那么一种世界秩序具体它又是怎么实施的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以美国为例来具体的分析一下 首先美国会借鉴欧洲的世界秩序并加以利用 长期以来美国的三大对手分别是俄罗斯 中国和日本 美国领导人用 威斯特法利亚世界秩序当中的典型手段 成功的在这三个对头之间搬弄是非 这么做的目的呢 无非是确保这三个国家之间保持力量均衡 这样呢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直接跟美国叫板了 咱们举个例子 二十世纪初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态势咄咄逼人 甚至呢公开叫嚣说 你美国啊这个陆海军的装备很差 根本就不是我大日本的对手 当时的美国总统老罗斯夫一听就怒了 决定呢让这个日本见识一下美国海军的威力 一年之后一支由16艘精锐战略舰和7艘小型雷击舰组成的 这个官兵人数达到了1.4万人的超级舰队出现在了美国东海岸 为了让整个舰队更加抢眼 罗斯福还下令把所有的战舰都刷成白色 因此呢这支舰队也被称之为大白舰队 接着一场浩浩荡荡的环球航行就这么开始了 舰队还特地在日本呢 惊平了很多次就让你看一看哥多么有势力 虽然这次航行表面上说是全球范围内的巡航演习 但是美国很显然嘛 就是在晒嘛 炫耀自己的海军舰队的实力和规模 这种不带任何明显攻击或者侵略行为的展现军事实力的做法 就正是欧洲世界秩序得到实施的一个典范 不过美国不仅自己利用欧洲的世界秩序 还坚决捍卫这种世界秩序 事实上美国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利用 威斯特法利亚世界秩序的理论来发动武力战争 那只要看到有强国扰乱世界的力量平衡 或者说呢侵犯别国主权 美国呢都是会路见不平八刀相助 比如说二战期间进攻法西斯纳粹德国 好了 有关于各种各样的世界秩序和他们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怎么暂时说这么多 俗话说呢 学以致用 那这些世界秩序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又有什么值得界限的地方呢 比如说下次啊 如果您参加激烈讨论的时候 要记住尊重您的对手 另外呢还可以尝试用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人 您可能就会发现 就算是打招呼这样的小举动都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说过的这个威斯特法利亚合约吗 在谈判桌上 无论是来自大国还是小国的外交官都被一视同仁 结果呢 不但缓解了紧张的气氛 还达成了和平的协议 所以说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尊重别人 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成功 我们下期再见 本节目由陆上读书 授权喜马拉雅FM播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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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